欢迎回来这里是红星周报节目 我是李渔 今天是一个特别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关是即将召开的滑体会 谈到我们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体育运动项目应该是乒乓球 那李处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滑体会的乒乓球项目的报名情况以及比赛情况 OK 报名情况是到乒乓球进入今年是第九个年头 我们每年从2003年到今年的6月份 我们的报名人数基本上是350到400人次之间 那么我们团体比赛也是每年到今年也是差不多是35个团体 也就是说是相当大的一个运动项目 对 然后我们是原来最早以前是一天 我们觉得一天打不完 我们后来就刚开始就谈到就说 那干脆我们就两天吧 让大家打得过瘾这样子 那这个其中的比赛情况有没有能给大家介绍呢 比赛情况的话 我们是这个今年最小的就是6岁 你们也都看到了 那么最大的就是75岁以上比赛 那么我们还有做 最特别就是坐着轮椅来比赛的 那这个精神是非常可嘉的 那女处长在我们这个美国湾区也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美国湾区这个乒乓球比赛这个运动项目的大概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乒乓球这个俱乐部在这个美国 那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湾区 你看有很多就是蓬勃发展 那么有很多的专业运动员就是到这边来 这个有还有就是包括 就是包括帕老头俱乐部的美国人 他开的这个比赛球俱乐部 然后还有中国人开的这个比赛球俱乐部 专业选手开的 那也有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外国的这个俱乐部 也聘咱们中国从中国来的这些专业的这个教练员 就是到这边来认教 你在各俱乐部都能看得到的 前阵在我们湾区有一个美国的泛美乒乓球比赛 也就是说这个只要是获得冠军的男女选手 都可以代表美国队参加美国队的这个各项的体育赛事 就乒乓球的体育赛事 这是否意味着在我们这个美国湾区 这个乒乓球项目是水平最高的呢 是的 因为这个为什么在我们湾区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精英在这边 然后有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家长 这个华裔的家长 愿意带着他们这个小孩子来这个湾区 就本身就在湾区 来去打乒乓球 打乒乓球来愿意带他们孩子来训练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 是 他们非常希望他们的孩子来学习乒乓球 一个是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 还有这个锻炼身体 那么给咱们中国人争光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那李执行长对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我想乒乓球呢 就是刚刚跟我说的是中国的国球 而且呢就是说乒乓球本身对训练孩子的这个专注力是非常好的 你这么小的球你要focus做 那最重要为什么刚刚你提到说这个乒乓球在湾区是不是全美国的一个领头养 其实是的 因为是天时地义人和 所谓的人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这个这个专业人员 没错没错 天时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太平洋 那太平洋呢就是家长呢送孩子到中国去学习 还有就是中美两国这种运动选手的沟通交流都非常的频繁 那所以加上这个地缘 因为旧金山湾区它不是那么大 所以大家到东南西北去拜师学习 其实是很方便的 没错 所以我们旧金山湾区呢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 再加上有我们华体会了 大家来倡导这样的一个运动大会 所以搭建了这么好一个华的一个平台 所以确实我们湾区呢是在各个体育方面的领导者 其实在很早之前 当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这个乒乓球外交啊 是不是也在这个我们外交的过程当中 也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 从而更加的蓬勃发展 那我们知道前阵呢 就是有一个叫张默的一个乒乓球选手 它是代表加拿大刚刚获得了北美的这个几标赛的冠军 你说现在很多大家在focus看这个体育项目 尤其是乒乓球项目的时候 都会看到华人对华人的比赛 这是否意味着就是说 就是说体育项目是更加促进的这个乒乓球项目 还是是negative就是另外一种方向的发展 您怎么看待呢 这个其实我据我所知啊 就是好像就像你说的加拿大的这个选手张默 他也是13岁从中国大陆 我父母带着他移民到加拿大 然后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在咱们中国的先头式的体校 一直进行专业的训练 那么到加拿大去发展 那么而且也据我所知 他们那个加拿大队的啊 这个这些这个国家队的出自4个女队 都是咱们华裔 这种趋势是不是现在是越来越明显 非常明显 有很多的海外兵团 为什么呢 是在国内 因为你知道工国内有13亿吧 现在可能也不止13亿人口 有多少这个而且还是56个民族 那么有多少你想想去到各个省市球队去打专业的 那么他们只要到国外来 我觉得好像都比较都是超高水平的 可以这么说 是 我想问一下李执行长 您认为这种趋势是否是有益的呢 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看 那我觉得今天呢 这是一个地球村 全球村的一个一个大的环境 那我们中国呢 今天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呢 我们的人才方方面面都有 包括我们的体育人才 所以人才大国 我们当之无愧 然后再加上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专业人的体育人员呢 到了国外去做他们的这些教练的时候呢 其实正好可以变成中国跟他们在地国的一个外交 一个软性的一个外交大使 让大家彼此透过这种体育能够沟通交流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同时呢 体育本来就是一个更快更高更强的一个 很公平的一个竞争 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外流 但是实际上可以更增加我们自己中国人 在自己内部的一个更快更高更强的一个自我挑战 所以我觉得从几方面来看 这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 您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